字幕視聰明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古今中外,東西南北,在邦心中,講古邦》 網上流傳一段話,我覺得挺好笑 它有講到每一個世界的主要國家的外交態度 例如美國就說,我喜歡打誰就打誰 一半就對了 台灣就是,誰打我,我就用媒體罵誰 日本就說,英國就說,大部份美國盟友 誰打我,我就叫美國打他 北韓就說,誰打我,我就打南韓 這是事實 最後又輪到中國,我們偉大的中國 誰打我,我就罵誰 糟了,這就是告訴你,只是口是沒用的 正是講實力 沒聽過嗎?當然是口交保 很簡單,很簡單,有一個例子 南海問題 中國那個不是說,誰打我,我就打台灣 他只是說打台灣 你搞錯了,台灣是不會打的 因為美國人很惡 本來也不會的,老實說 都很少可這樣做 大陸都很少說,要打台灣 打台灣怎麼鬼 通常是哪些人說,要動手動腳 通常是台灣裡面有些人說那些事 刺激他,要抓手動腳 是啊,是這樣的 即是那些粉青說的 還有一些軍方退了休的 覺得寂寞的人說 打仗的人說 是啊,沒有人說 但其實現在中國軍方裡面 是英派主導還是甲派主導 我真的完全不明白 其實很簡單 其實軍方有很多人 有些人是真的想打仗 打台灣 打台灣的歧視 他最想打那個人 始終是日本人 第一,民族情意結 這個不是說了很多次 他們那個叫做什麼 台灣民族情意結 總是覺得對家對不住 第二,他自信真的打得贏人 你過倒日本海才說 他自信真的有機會打得贏人 如果沒有美國老幫 以前有一個說法 就說 很多解放軍的上將 是害怕一件事 害怕什麼 以前 現在就不知道害怕不害怕 突然間 有個電話打來 半夜空靈 打給他做什麼 知道嗎 喂,跟美國老拼命 喂,跟美國都開箭 喂 誰玩電話 喂,比我更壞 叫我起床 好爺 以前 很久之前 有個說法 不是的,馬上嚇到飆了 馬上嚇到飆了 他說他們 因為他們的上將門最害怕 就是有一些電話 半年一電話響就已經害怕 真的打,怎麼辦 他們知道他們自己心中有數 是 就算現在都很害怕 我想 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 偉大的解放軍 戰力精良 在床上練 床上戰鬥力強 哪一邊有力 是 對不起,這些我們都不應該知道 你先打劫先 什麼 你真是不知道 你真是不知道 床上戰鬥力很強 如果是在床上打仗 中國必勝 OK OK 這個是他們最害怕的 其實 說真的 他們常常以為 有些人 以為 其他國家 其實中國有些將領 真的以為 有些國家 會害怕他們 是 其實我們看一件事 才會有其他國家害怕 我看菲律賓 她是菲律賓 我知道她是不害怕的 對於菲律賓 那些戰鬥機 是二次大戰的時候 那些貨式 問題是 中國根本沒有這樣的兵力 即是無法投射兵力 不是 有些九象主人勢 純粹你說 不是這件事 第一 九象主人勢 這是對的 這是事實 這是說得對的 第二 菲律賓永遠看通一點 嗯 你不會搞事 你不敢真打 你不敢真打 他看通了你這些 是 因為你經常在南海 甚麼甚麼 你都在Claim字 最多建幾個機場 最多被盜處盜彈 是放你打 沒有 他最近又拿東風不知甚麼人出來 東風十九人 為甚麼呢 沒有人害怕呢 因為由一、二營、三營 到現在十幾營 都拿一拿 收藏 拿出來 收藏 收藏 其實人家是看通了這件事 所以他故意在海牙鬧事 菲律賓 菲律賓海牙是擺明鬧事的 他擺明鬧事 但他明知道你覺得海牙這檔事 就是美國人擺持的 就不敢跟他拼 就不夠 就當他沒有拼 就當他沒有拼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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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海牙一出了那個裁決之後 那就是向你咯 那你周圍仔的時候 喂 那你中國經常說 那中國最近退出了海洋法公約了嗎 對 原則上是否正確 我不管他跟他退出海洋法公約 領土的什麼 就擺上海洋法公約 其實就不對 他退出了之後 其實那時候你就夾不到他上桌 你夾不到他上桌 不過呢 他拿來唱你 菲律賓 你夾他上桌 沒用他拿來唱你 純粹 菲律賓你以為鬼不知道 菲律賓很聰明的 他拿來唱 你這個國家 又說跟世界接鬼什麼什麼 吹水 這樣啊 好棒 用來唱你嘛 所以你又是丟架 其實你應該 衝來應該 是要跟他 搏過 在海牙裏 那當然是海牙 去海牙裏跟他搏過 拿完你的證據出來 拿完證據出來 跟他砌過 不過這樣 其實覺得他們自己心虛了 他們知道打不贏 我所不出他有什麼證據 不用得得贏的 喂 你什麼話都給別人聽 喂 那個國家 那個國家是正面解決問題的 糟糕 你空多女響空啊 菲律賓 給他多點穿海 菲律賓什麼都要制 現在就是這樣 現在你給他好處 別人都不制 因為怕你動他 是啊 現在其實很多 其實東二會的國家 都不過怕 過怕而已 其實過怕 喂 你個個國家 走來又說 整天談的領土是你 你有沒有動我的 嗯 個個都這樣想的嘛 所以給他好處 他們都不用 所以都要找美國人 他吃兩家茶禮 更加可以 吃你一份 然後叫美國補我 嗯 其實那個情形是這樣 其實啦 你作為一個大國 其實啦 你知道那個亮度太 那些 共同開發 根本沒有六姐 其實之前 我其實印象中 其實習近平 之前的平時代 胡溫年代 其實一直都在用這個論調 一直都說 各自爭議共同開發 但是這樣嘛 他那時候還有一個問題 仍然claim的主權是他 他一直有claim的主權 但是你習近平擺硬的嘛 嗯 因為習近平擺硬的嘛 那些人擺硬的 其他國家便會站得更硬 其實本來 其實胡錦濤和溫家寶 他再吞一步 是 各自爭議 連claim都不談是他的話 是不要提 是不要提的話 其實東協班友 已經落了答 是 那時候是落了答的 不過是習近平搞出來 就令到 搞到那麼緊張 是令到東協班友 怕了 是 是 是啊 東協班友不是傻的嘛 所以現在呢 其實呢 好笑的 你掃走東協班友 嗯 引一隻鬼回來 是 美國人 嗯 美國人 沒有高調重返亞洲 美國人 直接呢 現在你衰到 那個丟架程度呢 就是呢 人家的那個地方是你的嘛 是 人家就是 人家就是航空母艦 就是主力艦 在你角度 多少海里之 游角 你加也不能加 是啊 他就直接在你說的那條 不知道什麼 九段線 十段線 你也不能加 就在那裡游過 是啊 那怎麼辦呢 你可以怎麼辦 欸 發揮中國的軟實力 或者硬實力 誰騷擾我 我就罵誰 那你罵得多少次呢 每次都罵 嗯 還有一些東西 是不關他事 你都走出來罵 例如呢 例如 現在 有人 Tek Cruz 搞當野 嗯 在你的領事館前面 是 整個 劉曉波什麼什麼 劉曉波廣場 是嗎 所以以後呢 你寫信去中國大使館 駐美國大使館 當然不已經未成事了 現在因為死人奧巴馬頂Q住了 你就要寫什麼呢 劉曉波廣場一號 中國大使館 你都明白 Tek Cruz這玩意的嘛 是 你為什麼這麼多聲器做什麼 不過是這樣啊 我講一些有趣的歷史 其實同一招中國做過 是 以前曾經在北京那裏 即是他們那些火紅年代 試過在北京那些駐外交 即是那些大使館 在那條街上 將那條街改為反帝路 是 真的很簡單 你經常說別人干擾你的內政 你不是干擾別人的內政 但是別人做了一件事 對 不理你 對 他們以為 他說一大大聲聲 就以為別人會理他 別人已經看通你了 是不會理你的 他就是看通你了 你只是停在馬帥階段 對 他仍然理你 仍然停在馬帥階段 對 是 還有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他們出外訪 不是給了很多生意 對 對 人家是貴地餵豬拿 也對 是 是 是 有錢 英國人 那些更加 是 是 但英國人 他們永遠沒有想一件事 他以為給到錢 別人 真的可以賣盡別人 在政治上 幫你 幫你打羅 有打鼓 是 他以為是 當然這些國家會是 因為他小時候 尤其非洲國家 非洲國家 說真的 他有什麼資格 跟你打羅打鼓 說真的一句 跟你打羅打鼓 是有點像樣的 大哥 你沒有一隻屍 鼓手 打鼓那個都要碰 拔那個都要碰 大哥 沒有功夫 你這樣沒有法 你沒有一隻屍 打急鼓 又不是 會跌倒下來 更好笑 是吧 這些中國人 傳統步法戶心態 給錢買這些 但是 有件事好笑 近期 你有沒有留意 初一那個人之後 英國人馬上抽離水 他還說話 我沒有留意 英國人出了一份報告 是 就說 李波那件事 說你中國政府 嚴重違反聯合聲明 是 沒錯 是明抽離水 嗯嗯嗯 你香港發生事 嗯 就抽離水 是 整理一下你 是 你只有一個鬧字 李波非自願 你只有一個鬧字 鬧完 是 你鬧完了 嗯嗯 喂 你鬧完了 我扔出去看看 信你你信我 不痛不養 是 隨便 鬧 你腳鬧 他等你鬧 其實就是等你出仇 他還不明白 明到今天都 是 所以 為了說這班傢伙 有時真是雕中萬架 嗯嗯 人家明確認你的 明確認你的 嗯嗯嗯 你明確認你的 老實說 有時 你現在很多事 我不知道 是做給中國人看 還是做給外人看 嗯嗯嗯 如果做給中國人看 說真的一句 是因為你封鎖了消息 嗯嗯嗯 如果我們這些對我們 一看 只會笑 嗯嗯嗯 但是呢 給外人看 外人看 哇 這個國家這麼大樣 是 很大國 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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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對了 那你 那你的國格 去哪裡 嗯 嗯嗯 其實中國人最大的 其實中國人 就是中國想富強 不是說你和別人要打 你和美國佬打 你打贏美國佬 又或者你可以把錢丟給別人 嗯嗯嗯嗯 是你這個角有一個角 是 是 你的角現在就是不夠格 嗯 你是發達 你是世界的第二大強角 是 事實 嗯 但是為什麼別人都是 都是總是看不起你 都還是在你心裡 就是 好像北韓那些XXXYZ 對 或是英國人那些辦奧財 又或者人家有些像日本那些 癡之以鼻 還有其他那些更壞 那些狐假虎威 要是狐假虎威 要是怕了你 就因為你的國格不夠 美國人是霸權 這是事實 美國是惡怪 但美國的國格夠 他雖然有很多卑鄙無恥下流自駕的手段 美國人真的有很多 但這是國格夠 國家走出來是像樣的 不要說是國內的制度 起碼他真的可以保你安全 除了越南那時 當然在重要時 在國家利益時一定會出賣你 其實老實說 你中國如果有一天 可能在美國的時候都會有這樣的情形 這個不要緊要 這個每一個國家 因為自己利益 甚麼都做得出 但起碼 信譽 credibility 是比利利好 是的 比利利好 雖然說 這是事實 你以往是鬼佬敲詐 敲詐一些發展中國家民 以前也是 這個帝國主義年代的時候 但是 始終是一樣東西 美國 美國 起碼他不會去侵 不會有一個意圖 被人指露到野心 他想吃掉其他國家 最多是你做那條子 他做那條子會不會毀滅你的 但是你一給別人的感覺 就會你吃掉其他國家 是的 其實以現在中國的財力 那一大可以一看亞洲 全部朋友都得入 全部是朋友 共同開發 有錢齊齊穩 但是不是的 但是沒有什麼量度 很簡單 台灣 你不用搞他 你放他走了 你不用搞來搞去 不斷地折騰 他折騰不是折騰台灣 只是台灣一件事 折騰自己 統一大業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完成 都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 最好不要完成 當然最好不要完成 在我們立場上 永遠維持現狀 其實很實際 如果你很簡單 你給台灣的人民抬起頭做人 他在國際上有些地位 老實說 如果他真的聯合國多個席位 你跟他在幫聯國 他折騰你 這麼簡單 他不會去折騰美國 因為他覺得你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會折騰他 他才走去美國老那邊 如果你告訴他 有錢齊齊穩 你一到我一到 中國人和中國人 很容易處理 中國人和鬼佬 我想怎麽都容易處理 想不明白這些問題 因為 因為本身 共產黨 因為他們從小到大的教育 因為他們權力的問題 因為無產家之專政 無產家之專政 他們覺得無產家之專政才能改變世界 永遠改變世界 永遠改變 永遠都會變成憤禮 不用靈活去應對世界的轉變 對 對 世界的轉變 有些東西不是說你拿著權力永遠有利 有時拿著東西你未必有利 美國為什麽是強國 美國就知道有些東西拿著 它的底線可以很寬鬆 但當它撕到底線的時候 美國人就一定治理於死地 他們是很Flexible 是,一定治理於死地 你看拉登 IS 看起來都遲了 哎呀,這個 如果有聽議員尼爾那集的《通識流》 大家知道 我們不是那麽樂觀 是的 即是一樣的 那你看 《通識流》 不好意思,你都激石 我經常都掛念以前的節目 不是,真的很簡單 你想想,他起碼 你的底線一觸碰到你 他一定會打你 這是必然的 但中國不是的 底線設定高一高 接著別人就抓到一條底線 你也只有一個腦子 然後再看你沒有反應 踩心一點 又是只有一個腦子 是的 那你的底線在哪裏 你口說就硬了 大哥,給粉青看嗎 那麽明顯是 給粉青看,有什麽用 我講真的 那樂家有沒有好處呢 有時候你知道 這個時候是target audience 他有沒有好處呢 有些東西可能會給我們看 大哥 你經常說我大中華膠 我們的大中華膠 跟那些大中華膠 不是只有把口 我寧願看國家的利益 你只有把口 這個國家最後沒有得益 你口說 很簡單 你經常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 你什麽時候管轄過台灣 人家交稅交給哪個國家的政府 人家一選 入台灣海峽 入基隆港 人家使你共產黨批准 你現實是要現實面對的 你都不現實去面對 你經常在這裏發夢 不過我又覺得這樣 這件事你可以當我幫老共說一些 為什麽呢 老共自己騎虎難下 這也是騎虎難下 因為我們剛才說了 老共靠販賣這一套 那樣的東西 賺了幾十年 他穩住政權 他能不能有一天 他公然和大家說 台灣的東西我們是理不住的 他不需要公開說 這個世界有些東西 這些藝術 他不說就可以了 不說就可以了 但有些你也知道 外交部那些人出來替死 但有些人就會出來說 出來替死 因為你的系統訓練出來的人 就是有這個mindset 有這個mindset 那裏麻煩 你的系統訓練出來就是 大家知道做不到 大家都要繼續出來打飛機 就是繼續出來說 很簡單 一帶一路 精神自作 一帶一路是發夢的 一帶一路 我又想起東方星那幅圖 一帶一路是發夢的 大家都明白 不要緊 講一下也好 都是好事 我講一下也不要緊 但是你又搞到 你又搞到 好像真的一樣 是 然後講一講 現在呢 你講得很脆脆脆 是只有六八九講 你有沒有留意 近期 你說在香港的 特須政府裡面只有他 但是你想一下 大陸政府 就算你整個國際舞台 都沒有人講 沒有 沒有 你很現實 這件事 就連阿投行也沒有人管 阿投行也沒有人管 阿投行也沒有人管 阿投行過了可能是分錢 你自己心知肚明 心知肚明的事 心知肚明的事 有時是不需要講到出口 說 心知肚明的事 明顯心肚明的事 要做適當的應對 但你都不是 繼續發夢 繼續發夢 他對香港局也是發夢的 不醒的 是啊 我不知道真不醒 還是假不醒 甚至一醒了也沒有用 我便覺得這樣 他這個夢不能醒 他這個夢醒了 他人也會死 一醒他便會爆炸 就像那些植物人一樣 你拔了他的喉 他就不是醒 他便會死 OK 不是 真的很像 老實實 我知道 我也是那句 你整個政權的規定 你就是建立在一個 你用了幾十年時間 來創造的一套神話 但這個問題 其實他的規定 他搞錯了規定 他的規定是他搞錯出來的 現在呢 我們講了大約半個小時 中國的荒謬 當叫做福人隊 如果要提出一些方法 給他 要改好 有什麼路數可以做呢 其實說真的 第一 各位交局 不用出來 替死說那麼多 是 收拾聲 是 人家問他 就不要用那麼多 所謂 political statement 是的 那些人說話 不要用political statement 是這樣的就是這樣 是 然後呢 然後呢 人家可以做什麼呢 人家是明挑釁你的事呢 不要理會他 嗯 說小句 是 說小句不等於你不做事嘛 嗯 做事和說話是兩樣東西 嗯哼 是的 是不是 這個真的要向普京大禮學習 普京這些東西就好東西了 他不說的 他不說的 他一來就拔窗 一來就拔窗 那你再拔窗 嗯 這些是普京好東西 所以他不是普京大大 習大大就是大大 不是習大低 很正確 你現在正確 大大 還是大大 是啊 我等你登機的 是啊 其實有時候 我想習近平是正確的 怎樣呢 你見到習近平很少說話 習近平 習近平說真話 我們都是 他的講述都是一些很… 很廢 他好像沒有什麼實體說的 其實是正確的 正常的 嗯哼 以前習近平說真話 我們都要靠聽那些 舞台節目才說什麼 正常的 對 他是應該這樣做的 是 講多錯多 是 他知道下面那些人替死的 他自己是出來替死的 講多錯多 其實這個也是他自己做出來的局面 是啊 講多錯多 他知道那些人自己這麼喜歡替死 那就由他替死 他自己沒有理由 以前有誰很喜歡說話 老光 老光是正事 老光是正事 老光是太喜歡說話 老光 你知道老光的外語也不錯 對 走出去外國跟那些 奧偉斌聊天 還有在外面 對外 對周邊國家 不要瓦瓦瓦瓦瓦 說到老光 老光的幽默感不錯 對 他懂得說笑話 對 老光喜歡表演的人 老光其實像西方政客 某程度上 對 對 老光像西方政客 有一點點像 老光 對 老光不像習大大 習大大是不說話的 他知道說話 他知道說多錯多 習大大在大陸有一個外號 叫包子 對 但老光是一個政客 是真的像西方政客 有開玩笑 我雖然知道你們在說另一個 但我的腦不停出現老婚 還有 還有 我不會認你 還有 就是 總之不要太誇張 有什麼好處 就找其他國家一起找 這個世界有很多好處 對嗎 是 你要選擇南海的好處 分成就行了 不用怕 你不用日日說 神聖不可侵犯 不需要日日說 行動告訴別人 告訴朋友 喂 跟著我 有水運的 可以的 是的 當你說你的主權是你 別人就有跟你說同樣的事情 對 對 很簡單 美國的Ted Cruz 那些明明玩東西 對 就當他死了 其實是這樣 因為美國如果他要做另一件事 他一定會做一件事 他一定會激怒你 嗯 但是他背後想做那件事 你才是最危險 對你最不利 很多次 是的 是的 所以 總之 整個國家說少一點 嗯 做多一點 嗯 做人一樣 做多一點 說少一點 做多一點 做一些實際的事情 嗯 做實際 做實際 很實際的 廠戰夠不夠實際 我們現在很認真 對不起 你經常有這麼多 Political statement 是沒有用的 是 別人外國國家是當你嚇鬼的 是的 甚至台灣也可能當你嚇鬼 但其實某程度上 他的外交部的發言 都是告訴國內人 他自己的國家是很難的 那裏麻煩 那裏麻煩 搞得外出世界 中國人走到外出 看到世界這樣 以為自己的國家真的很威風 然後出去便丟了架 很威風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這樣丟了架 其實有很多事情 是你自己的廣東造成的 是的 現在不是跟你說民主 不是跟你爭政權 老實說 我今天跟你說 廣東造成的 明天不玩 我和你也不玩 這是很現實的問題 很簡單 你經常說民主 不是靠這些事情 其實這個民主很簡單 老實說 百多年的中國 在現在 叫做有兩碗 有兩碗飽飯吃客 是百多年來未見過的 這個已經是你的民主了 不用說那麼多 你的民主不是靠 不是靠那些是神聖不可侵犯領導 我的國家多強 和美國人拼命 不是這樣的 你的民主很簡單 是的 你的民主很簡單 但是今天都是搞這些事情 搞來搞去 其實處理在上一代的人便可以 但是現在真的有些憤青 是真的 極端民族主義上身 上了腦 那些鍵盤很厲害 實際就沒用了 鍵盤戰士 OK 我現在就是怕有些人 健盤健盤真的做了戰士 我告訴你 差不多 健健盤也是健盤做了戰士 他不會做了戰士 很簡單 為何他不會做了戰士 當日反日遊行 那些砸爛玻璃的人 那些人不是健盤戰士 有組織地這樣做 那些拆樓黨官 打算是嚇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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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我有保留 對 打算是嚇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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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嚇嚇嚇嚇嚇 那轉頭下去 按兩個自己人 用來嚇對面字頭 就是 Exactly 所以很荒謬 那些不是那些 鍵盤戰士做的 那些鍵盤戰士 他們不敢做 他們明知各一黨會打他 那些人很聰明 那些人如果真的 為何做鍵盤戰士 其實就是這樣 如果他真的敢出來打過 他不經玩 真的用完即棄嗎 你以為他不聰明嗎 那些人 所以那次我們看 其實是有組織 有預謀地策劃 看到的 那些人不是我們想的 香港初一的事情 是不同的 是 他們一定擔爛了日本領事館的 即擔爛了兩塊玻璃 差個招牌 對 上次基本上就操到日本領事館 但有什麼都不敢做 對 所以那些人 到最後 也是 做人看的 真的不是應該衝進去的 對 所以想想 其實他拿些籌碼 想跟日本人 在外交上 嚇日本人 但日本人 就當你臭死 不捨他 是不是這樣說 是啊 OK 這集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集再說 拜拜 拜拜